懲罰進行到這邊已經要進入最後一首曲子了 時間過得很快 我昨天在寫一些講稿的時候 累積其實不為達成 有點感傷也很興奮 其實蠻感傷的 因為懲罰馬上就要結束 高二生活要落幕了 要講這種感傷事情講點故事好了 現在外面這種很熱的天氣 讓我想要去年暑假 暑假的時候因為要忙早晨的事情發掘 要早晨 然後都場地去拋壞舍班 就是躺在那邊 然後想東想西的 然後沒吃早餐 還在那邊擔心地會不會混亂在舍班被人發現 就是當時真的 雖然舍班有很多很多故事這樣 然後舍班開學之後 然後找到了兩位學弟 就是佑成跟士凱 對 雖然只有兩位 就是他們的成長是讓人非常欣慰的 就是佑成雖然高一的時候沒有學過琴 可是 就他之前沒有學過琴 然後他高一進來的時候 然後就是靈基礎的狀態 然後 可是他還是很獨立 對 他這一年的成長 就是我看下一年的成長 然後 希望他在未來可以 繼續好好加油 然後 然後 然後士凱啊 士凱他是現在就有學過琴的 然後他進來的時候 太經會有很多樂器 就是也讓我們 大家都非常驚豔 然後在下午完的時候 跟他一起合作過 就是也讓我非常認可他的實力 好 就 差不多說 那我們就現在先 歡迎我們最後一首曲子 《潘化成風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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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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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谢谢